所周知,每个朝代的皇帝陵墓都蕴含着许多故事 而明代第十三帝,神宗显皇帝朱义军的陵墓就是比较神奇的一个 1956年5月,定临的一个专门考古的小组组长让下属开始发掘这座皇陵 考古队经过一年时间,终于掘出了两个探钩 在1957年,他们找到了金刚墙 在他后面,经过很长的一个罪洞,就是这个皇陵的大门 这个大门是用汉白玉造成,席上刻着81个钉子 整个门由于它的铺装显得十分端庄有力 但是,这个大门仅仅凭借人力根本无法打开 看来,想要打开这扇门,还要另寻他法 在明清时代的陵墓当中,利用挪洞的石球来让门紧闭 就是在门的里面挖一个坡道,挖钩,把石球置于钩的最前端 在人们去把门关上的那一刻,石球顺着坡道滚动 滚进一个更加深的沟,门就打不开了 顺着这条线索,最后找到一个可以利用开启多道门的钥匙 拐钉钥匙 最重要的一刻来临了 考古人远紧张地打开了皇陵碎洞内旁边的那道门 在朦胧不清的环境中,还可以看见一幅棺材 伴着那朦胧的一层雾气散去之后 那庞大的棺材里面只有一口金井,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因此他们怀疑这座墓已经被一些犯罪人员盗了 他们不相信这个事实,于是带着心中的疑惑 他们接下来将另外一侧大门打开了 但是出人意料的跟之前的情况基本上毫无差异 不过仔细一看,的确不像是被偷盗了的样子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无人能解 到最后,只剩下一扇门还没有打开了 心中几乎已经失望透顶的考古人员 绝望中又带有一丝希望的打开了那最后一扇门 冒着浓浓的雾气进入 眼前的一幕令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一个很大的棺床上面,放着三个很大的棺材 在他们考察过后,查明了皇帝林中有万历皇帝 校端皇后,校敬皇后的棺材 皇帝和皇后一起被埋葬在后面的大殿中 这一点很正常,但是大殿旁边的殿中却什么都没有 这一点让人十分疑惑 后面的大殿中有三个棺材 以及二十多个乱的箱子 还有带有很多污垢的木板 一些绳子之类的东西,铺的一地都是 可想而知,当时情况十分紧急 一些流传至今的说法解释了这一点 就是在万历皇帝那个年代,没有进行下葬前的演练 导致了当时漏洞百出 而人们为了保命,也就没来得及去管了 但是还有一点值得一说 那就是当年参与挖掘定名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下面为大家列举一二 不少当年直接参与到挖掘定名的人 后来的遭遇都十分糟糕 其中,主力挖掘的武汉在六十年代时家破人亡 死前头发被拔光 担任挖掘指挥工作的郑振多 1958年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 飞机失事身亡 开关时的摄影师刘德安精神失常上吊了 参与挖掘的考古专家白万玉 晚年神志不清,脑依血而亡 当然,虽说迷信说法不一定可信 但是事实毕竟是无可反驳的 除此之外,在定临挖掘后不久 据说当年万历皇帝的遗骨被一把火烧了 原本万历晴空却突然响了一声炸雷 大雨瞬间倾盆而下 向焚烧万历遗骨的大火焦来 这事可真不是谣传 在北京的老人都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